大家好 今天是二十四節氣中的金哲 直浮在土壤裡面的昆蟲 被閃電所驚醒 春天到了 不過台灣今天雖然早上有下雨 但是明顯的沒有閃電 所以大致上 其實我們在二月份的時候 就有閃電發生了 滿強烈的 現在來看的話 大致上陰雨的天氣 今天晚上已經告一段落 週五開始逐漸的轉勤回溫 一天比一天的回溫 當然禮拜天有一點小變化 封面掠過但是影響不是很大 迎封面偶有一些短暫的零星的鎮雨 在東北部 下週二三冷空氣會再度的報導 這個溫度變化落差是很大的 請大家留意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是封面雲氣通過 現在整個主要的水氣已經通過了 所以我們轉乾當中 不過還是有點涼涼的 預計明天清晨還是有點涼涼的 但是白天的時候 禮拜五白天就會回溫 一直到禮拜六禮拜天 除了東半部 吹東風有一點雲亮之外 或是禮拜天有一點小變動 禮拜一也是一個回溫的天氣 但是有沒有看到 禮拜一深夜到禮拜二的時候 有一道封面通過 後面也有冷空氣 所以下週二三是一個降溫的過程 跟這兩天有一點像 最近的確是有一點春寒料鞘 一下子回溫到25、6度以上 一下子又跌到14、5度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做好自我的保養 一定要看著氣象預報來調整 現在氣象預報已經真的很準了 請大家一定要看 尤其在下禮拜二三又有點降溫 近期來看的話大概到三月中 都還有可能有降溫的機會 像這樣上上下下的溫度 在南北其實落差是很大 27度跟17度就差了10度的溫度 這個穿著上是完全不一樣的 五六日一其實是回溫的 好好把握 下週二三又降溫 這指的是北部的區域 南部就相對的 未來這幾天的回溫是相當顯著的 23到29、30度 尤其在六日的時候 請大家好好把握 而且不會下雨 南部的天氣一直都很好 最近其實都是屬於北部 東北部的迎風面的地形的陣雨 其實整個台灣的天氣 未來這幾天都還不錯 請大家好好把握了 以上是今天的天氣